你可以不是只有抓Jackson 其實任何的資料 反正你只要開放的資料 網路上的資料全部都可以下載 全部都可以跑到手機裡面 那做法上有很多地方都雷同 主要就是比較難 難的地方不是在抓資料 抓下來之後你要怎麼切割 放在你要放的那個 JK Mobile那個 那個元件裡面 才是問題的開始 抓很簡單 要塞塞塞塞塞 秀出來看到結果對 才是比較困難的 那裡面當然 上禮拜有提過 你可以到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網址 你點前面這邊資料目錄 那你想要知道說 台北市政府哪些 哪些類型的資料最多 上禮拜有提過 其實你會發現Jackson 好像排比較後面 最多好像是PDF 可是PDF缺點是他沒辦法 有些如果沒有 沒有開放便 你要資料要複製 好像會有麻煩 其次就是CSV 那CSV格式未來 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CSV其實裡面 就是中間加豆點 把它做分隔 不過將來你把資料撈下來 如果CSV的話 那個處理起來跟 Json又不太一樣 因為分隔的東西不同 那我這邊是利用那個Json 因為Json跟Javascript比較接近 因為他可以直接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那個物件裡面 可以點後面的話 就是他的那個欄位名稱 透過那個欄位名稱 可以把資料抓出來 那你就丟到一個變數裡面 看你要再丟到那個 那個我們最後那個自串 串接成那個原件的哪個地方 他會動態產生 那裡面當然總共Json黨 所以你可以我們可以參考的 網路上台北市政府目前有的是什麼 Json的是這個贊民 還有施工資訊 所以後面也許 如果今天的範例做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這十個回去再修改 反正改一改 甚至可以怎麼樣 把它通通會整之後 這十個其實點下去馬上可以看到了 裡面包含就是說今天施工的資訊 當然除了台北市政府之外 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或者是說中央政府其實都有開放資料 而且這種開放資料是全世界的趨勢 只要是越先進國家 它的政府的開放程度也就越透明 只要無關隱私的 通通都會公開讓你知道 公開之後的話有什麼好處 反正大家都知道有什麼設施 有什麼資源 像什麼Wi-Fi的點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Wi-Fi的點在哪裡 那也可以寫個APP 自動幫我在Google地圖上面打地標 顯示出來點下去 相關訊息可以撈出來 像什麼Json裡面有沒有 開放認養動物 這也是好事 比如說台北市政府有哪些動物可以領養 你也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如果你是喜歡動物的人 可以把這個東西做一個APP 然後公園景點有沒有公園 我剛剛是用這個 還有什麼公園等等的 那還有什麼 我另外有做了另外一個 今天哪個地方施工 不過它不是所有東西都好用 不過但是至少你可以找一找看 有沒有什麼 你可以比較派得上用場的 學習機構等等 第一個先稍微說明一下資料來源 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做的是按部就班 分別如何把資料從網路上撈下來 那這裡我剛剛有把 就是你們可能會需要的程式碼 其實就是最關鍵的那個部分 提供給各位好了 因為我怕你們打錯資料就下載不下來 就是這一段 到這一段 那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 這個其實這個可以不用了 反正我盡量寫成跟之前的一致 當那個JQuery 就是JQuery 裡面有一個Document.Ready 當網頁準備好的時候 執行什麼 執行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以前寫法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寫成一字好了 那裡面會引用到一個JQuery的 一個什麼 Agent的方法 總共會有四個參數給他 關鍵就是一個Type 是GET還是POST 所以你可以改GET或POST 第二個你的UIL 冒號 就是這一段有沒有 這一串怎麼來的 就是在剛剛 應該有一 剛剛我講過了 就是我們從這邊 台北市政府的這邊景點 反正以後往後都一樣 就是你就直接在這個使用資料 這邊的那個下載按右鍵 有一個複製連結網址 然後按下它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UIL後面 的那個單引號的中間這裡 貼上 這樣就OK 所以往後 你如果要換別的資料 或者是說換別的網址 換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範本 至少你要先確認一件事 你能夠連線 不然你完全沒辦法連線 水管接的水管都不通了 後面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但是水管一通之後 那接下來你有水了 你會做很多的用途 OK 那會有一個error 如果是沒有成功 它就會顯示沒有成功 如果有成功 它就會告訴你載入 但是它會透過什麼東西告訴你 它會透過一個data的引述 所以這個data引述裡面就是所有的資料 串流下來的 會放在這個data的引述的變數裡面 那我就拿這個 也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那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執行的時候 先看看即時好不好 如果即時OK 那表示即時這個區塊也可以 如果它即時出現說什麼 載入網頁錯誤 那後面你基本上就不用玩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在這邊沒辦法 如果不行 我是建議你們到時候執行的話 不要再Chrome 因為Chrome它會把那個跨區段的 那個關閉的 它不給你就是跨區段的去存取資料 所以我試過用IEOK 所以如果你用IE那沒問題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那我載入了 那我怎麼知道我載入的東西是什麼 Data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做了一個 第二個範例 其實也不用拿 你直接接在後面就可以 把那個東西 除了Alone之外 把它怎麼樣 把它顯示出來 那顯示在哪裡呢 我是把它顯示在一個 Relight的一個什麼 DIV裡面 所以呢 特別注意 我上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就不再贅述了 你自己再插入一個那個JQ的網頁 JQ網頁就是一個一個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加一個什麼 DIV 這個DIV的名稱 我把它叫做Relight 這個改成小寫好了 反正記得喔 這邊小寫 那邊叫小寫 這邊大寫 因為它有區分大小寫 因為之前奇怪一直出來 原來大小寫沒改 OK 一點點都不行 因為它真的很龜毛 有時候光改 有時候改一點點 哇 感覺應該是對了 奇怪怎麼又出不來 所以 不過還好啦 它都是合乎那個邏輯的 只要你對了 再不然你錯了沒關係 你看一下我的範本 反正範本是OK的 你就是照著範本抄啊 那如果真的實在不行 你就先休息一下 不要鑽牛角 因為有時候真的 就是因為你一直鑽牛角尖 其實本來那個地方是不會錯的 就是因為你插那個地方 那你就一直改不出來 所以第一步先確認有沒有 第二步呢 先把所有資料 在那個上面顯示 在一個DIV顯示 DIV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這邊也有一個DIV 對不對 它的ID叫relaut 這個我想不用敘述啦 這已經講恩變了 然後這邊在這裡顯示結果 所以它會把它取代掉 那我就利用什麼呢 JQuery有沒有 去找到這個relaut 這個也做恩變了 Query嘛 其實我覺得JQuery 它名字也取得很好 J就是JavaScript Query就是幫你查 畫面上面的什麼ID 什麼樣的元件的名稱 然後再讓你去做什麼事情 後面就有屬性跟方法 所以有點像把那個原件 把它漏到那個記憶體裡面 幫你產生一個有點像類似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 後面會配合它的屬性 跟它的方法去做什麼 像這個是有點像 它的屬性是HTML 就是它的那個所謂的原始碼 裡面幫我放一個data 那這個data我剛剛講 就是你串流下來的東西 它會先幫你放在那裡面 那我們來run一下看看 所以即時一下 理論上如果沒錯的話 它應該會看到什麼東西 載入成功對不對 按確定 不過有時候會等一下 因為它有295筆資料 HTML 它有成功了 Data HTML Rerault 看是不是沒有打錯 Rer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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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沒有save嗎 看一下 再一次 載入成功 HTML 還是在這個即時裡面 沒辦法顯示資料 還是在這個即時裡面 沒辦法顯示資料 沒有 我是用遠 這個我不是在這邊 我是用遠端遙控的 我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 如果不行 可能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 即時有的時候可以 有的時候不行 這時候又可以了 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DIV嗎 我剛剛這個DIV 一樣 OK 反正應該沒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它把什麼東西載進來 有沒有 把剛剛你在那個 就是我們下載到那個 有沒有 ADT 有沒有 PlusPlus裡面的東西 就幫你全部 Data的東西 就在那裡面了 所以 第一件事 水來了 你家沒有停水了 第二件事 水來了才是問題的開始 問題你要把水放哪裡 然後呢 能夠讓它看起來 你不能說讓它水 那邊亂流亂噴 然後你總要家裡 可能要買個水塔吧 先放那邊 然後呢 再怎麼樣了 慢慢去把它做分配 對不對 那我們最後想要看到的東西 應該就是要怎麼樣 能夠讓我們看起來 比較像在手機上面看到的東西 所以呢 我希望就是說呢 看到類似長這樣子 那長這樣子的話 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東西其實裡面 第一個 你可能要把那個什麼 List View List View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需要 把它分成三行好了 不過其實這樣還不是最好的方案 一般是這樣 一般如果說做 類似像其他的網頁 一定會先一個條列列出來 點擊進去呢 再跳詳細頁面 對不對 通常是這樣設計 可是因為 如果要點擊 跳詳細頁面的話 你可能需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下載下來的東西 先放在資料庫裡面 當點擊的時候去查詢 你點擊的這個東西 它的資料 全部的資料再把它撈出來 再秀在另外一個頁面 不過這個可能設計起來難度又更高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確定兩件事 第一個 能不能載入 第二個 載入之後呢 把這個東西先下載下來 畫面先放給各位一下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放的東西 我是有把那個 我的Redout 這個介面部分 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照著 先把介面做出來 程式的話呢 我也有把它放上來